为了这6万元,嫌犯梁金峰和许姓女友铤而走险,绑架红姓女学童,使得年轻的岁月写上黑白的一页 根据警方调查,梁金峰以及许姓女友由于染上毒瘾,经常与人打麻将,因此急欠了赌债12万元 并且开立了本票抵押,由于本票到齐,梁金峰在无钱可还的情况之下,伙同女友闯下大祸,绑架红姓女学童 梁金峰带走红姓女童之后,利用电话向被害人家属勒署10万元,并且恐吓不得报案,否则对人质不利 警方在接获被害人报案之后,寻限追查,趁着双方约定在废弃工厂里面交署款的时候,一举逮捕梁金峰和他的女友 而人质红姓女童也被顺利的救出来,全人依恐吓辱人勒索等罪嫌,移送法办 历年来,绑票案件层出不穷,不但反映了现代人投机取巧的心理,更形成社会的另一种隐忧 这次,我们将前往一个曾发生过绑架事件的山区 被绑架的11岁男头,后来惨遭歹头撕掉,气势在山区的废弃屋子里 由于不知道正确的位置,机灵们便展开搜山行动 以最原始的方法,沿着一栋栋别墅向上搜索 警队们将遇到什么惊险的状况呢? 请看本集的灵地最前线 有看到吗? 有,有,快,快,快去看 那个妹妹竟然是贝 啊,那个门 怎么那么深深地关起来了 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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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这是什么啊,我有亮亮的东西 橘色亮亮的东西 我们还在准备的时候 我只从这窗户看那里滚透 在这个地方 是小猫 小猫 小猫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一 这年后啊,经济越来越不静悉了 所以呢,很多人啊,开始铤而走险 想一些偏门,歪门走道的,开始来赚钱了 譬如说呢,干罪增加了 很多人去打架结社 抢超商,到营楼里面行骗 或印假钞 印假钞票 这样还算好的呢 可能他不会伤害到人命 但是呢,有些更惨的 譬如说,炸死,来领保险金 有很多,还有伤害自己的嘛 对不对 要不然呢,就是鲁人的小孩,来勒索 这很不要灵 就是说,在大陆,有的人就鲁台商 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 对不对 你要拿多少钱,来赎 据说呢,有一个啊 在这个宗教界,非常有名的一个 这个高增,也经常的巡回演讲 经常巡回演讲 他有一次呢,到国外,东南亚一带 被人家绑了 对方的歹徒啊,就跟他的信徒讲 我告诉你 你还拿一千块钱美金,来数你这个 师傅 师傅 真的师傅讲 真的吗,一千块 你要多一点,好不好 一千块钱,你也太丢脸了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真的有啊 据说,这次去的地方 好像也是跟这样子一个 鲁人勒索有关的地方 对,而且是绑架一个小男孩 然后,这个小男孩也被撕票了 真的吗 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 应该是算走了整个山头吧 我们为了要找到那栋房子 因为那边废弃的房子蛮多的 然后我们就是去找的那个 那个男孩被撕票的命案现场 找到了没呢 有 有 找到了啊 对不起,那天真的很悬,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哦 下工程车就是坐 就是到那个山上之后回来 坐工程车下来 我就马上开始一直推 我从来没有这种状况 我有问题 你说整个山头 那你们要找一间房子吗 对 他们的整个 大概是 就是那个一整个山上啊 你走的山路啊 沿路有很多的废弃物质 不知道是哪一间 那你要怎么找 一间一间找啊 我的天啊 对,怎么找很久 工程很大 对 可是呢 我刚才看啊 小黄的表情就知道 他又欲言又止的样子 可能今天的内容 又会相当的精彩 赶快来看看今天 林依之前线的 气血精魂 我们今天来到啊 是一个相当偏远的一个山区里面 据说 这个山区里面呢 有很多都那种对气的房子 我们今天好像要搜查的是一个 曾经 山区的范围广大 沿路的幽静 不免让人多做联想 摄影机更是一开始 就捕捉到过寻常的影像 谁很注重山区 是不是送给我都不要住 真的恐怖啊 让他抱怨 让他抱怨 在放到画面后 各位观众是否能清楚判定 稍纵即逝的光点 是何种物体呢 你们还有人住吗 什么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人耶 你知道吗 这山区的房子 人家就是通常都很硬 因为什么靠山 然后呢 再加上 在这个山区呢 通常很容易藏密那种坏人啊 或者是那种 有通气放 对 没有流浪汗之类的 哎呦 怎样 蝉蜗啊 是蝉蜗啊 是蝉蜗还是蝉蜗啊 反正就长得很丑的那种动物啊 你会听到声音 把东西落下来 在这片那个树林里面 好像从二楼下下来 你知道吗 其实房子啊 外面长太多树 盖住了它的那个 就是阳光照不进去 是很不好的 难怪这些房子没有人敢住 为什么你见不见 又没有人敢住 那个有丸 对那边怎么问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闻到那个房子里面传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你们闻到 什么东西臭掉了 对对对 你们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对不是 等一下 什么东西打扰我 是不是 是不是树上有什么果子掉下来 天啊 不是 小心点 其实 我们蛮少来到山区这种地方 不是 这都会掉下来 我们先知道 我们先进去也好了 对不起 我怕被打倒了 你看你看 三个凉云的地方 不是这外面的地方 就已经看得到 它的那个 枕头 枕头 还有那个被子 对 小心点 小心点 不好意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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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 天哪 这只有在那个 这么有化成才看得到的门 不好意思 这个门晃了 很厉害 而且它那个都就 住掉了 对啊 它整个门其实已经 已经半坏掉了 你看那个有铁链 等一下 是石 什么 入什么 石入什么东西 好像是那种 诅咒的那种 不知道 这是什么 等一下 怎么命啊 还写张 等一下 当中被 刺激标的 那个小弟弟啊 那个十一岁的小弟弟 他就是姓张耶 可是 为什么会在这边有 也是怎么样 墙面上也写姓张 这样子的一个字 墙上子鸡 写的会是线索中的绑架事件吗 事实的巧合 加上暗夜空间里的声响 气氛显得更加阴森 对 然后还有一堆 好像有东西烧 烧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忙 不要忙 小心 这个铁石是 对 在走的声音 在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 感觉不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 好可怕 你看这边还有写一个 什么好的字啊 不好的字 我们娘 还有这里 我刚刚有讲 紫石什么东西好像是 诅咒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刚刚有讲 我们有看到一个题目 好奇怪 这应该是要不后面的地方 不好意思 打扰了 那这个体力会被锁 莫名其妙就 不知道会锁什么 锁在这里 等一下 我们会不会是绑架的时候 需要用这样的体力 把人家练起来 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 啊 我吓一跳 你看体力还在晃 刚刚应该有听到那个声音 就是刚刚体力有动一下 对不起看一下 山区房子虽然废弃了 但仍有可能成为流浪汉的居所 我们在之后 收到了数次的异常声响 这会不会是人的声音呢 可能是那个命案的现场 其实还有很多洞在旁边 怎么这么多那种怪怪的那种叶子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泥衣 怎么了 不是 什么 不是 还是 在嘔吐 是 嘔吐 有一点 嘔吐的谁 软 bla bla 在哪里 看一下 sink 对不起 阿姨小心一点 没事 你們看 那個是什麼 我以為是鞋子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那個小鉛筆盒耶 對啊 不好意思 而且其實這邊應該是 常常會有那種流浪汗來這邊 那種感覺 因為就像鋪了一些報紙 對不起喔 這邊全部都空空蕩蕩的 而且呢 我們注意看一下 你看這個房子你看有多陰 因為已經開始輸了 那樹藤都往裡面 對 臉這樣好痛 狗狗是小狗嗎 看一下 我們聽到狗狗被淋住的感覺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對 而且你看 這個門很怪 怪異的很 它是完全被煉起來 然後這個門呢 這感覺很像那種大概 五十年前的那種門耶 你看連上面也是這樣子 挺奇怪 對啊 呦 不好意思 這個窗戶很奇怪耶 等一下 啊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就是聽到狗的聲音 然後我們被淋住我們才過來 結果這個門 被煉住的門竟然 那個在晃 葉子 快看 你知道有一次啊 我們出外面的時候也是有 只有一片葉子喔 這樣一直一直晃了 就像剛剛的感覺 你看 你看 它剛剛 它是一整株耶 你看那外面 有 有 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飛過去 看一下 蝙蝠 蝙蝠 天啊 老師說陰的房子真的有蝙蝠耶 正好你那時候還講 小心 對不起 剛剛在這個地方有東西飛過去 唉唷 有沒有一個 我被電到了 什麼 我不知道 我被電到了 什麼 是這個嗎 我不知道 我剛剛摸那個樹的 怎麼被電到 看似普通的藤蔓 竟然會一再發生怪現象 難道是此場 開始有了特殊干擾嗎 沒有 林燕傑兵也很快有了感受 看嗎 我攝影機帶一下 可是有聽到那個 啊 是什麼 怎麼有 都是刷過去對不對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打擾了 快看 我看到了 快看 沒有 趕快攝影機帶一下外面 我們從這邊看啊 其實真的 感覺 這這樣怎麼辦 這怎麼看不到 可是這邊實在很奇怪 只有這個窗戶 這個地方是蠻奇怪的 我們這次 只要走上二樓而已 這個窗戶一直 一直出現很怪異的現象 會不會 剛剛刷我們身體的 會不會是那隻蝙蝠啊 蛤 有可能耶 你們很粗 蝙蝠不見了 我這次被蝙蝠刷到了 真恐怖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對不起 金兵前進搜索 尋找被綁架撕票的男童 當年被棄世的地點 而二樓的狀況仍然不斷 怎麼會這樣子 看一下 我覺得這裡真的有人住 而且呢 有遊民待在這邊 對 不好意思 看一下 怎麼會遇到遊民啊 怎麼會這樣 這麼困難 對 好多人 蛤 有人 不要怕 不要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看著嘞 我剛剛講錯了 是人 遊玩的二樓 傳來第一層的嚇阻聲響 這究竟是人 還是靈界的聲音呢 如果現場真的存在其他不友善的力量 會不會讓尖兵們受到傷害呢 蛤 蛤 他說什麼 不好意思喔 你住在這裡嗎 這裡鬧鬼耶 他會不會打誤 我看著 我們衣衫下去好了 對啊 怎麼辦 才哥 才哥 我好怕喔 怎麼辦 我覺得裡面有人反而更恐怖耶 對啊 找一下好了 這樣不要 找一下 找到看 不可能嗎 才哥會不會有 綁匪作證 沒有啊 會不會往這邊走啊 這邊是 可是我們明明聽到一個很清楚的聲音 你在那奉獻啊 對 而且那個聲音好像 我覺得聽不太 啊 怎麼漏 才哥 他剛剛要走上去的時候那個門怎麼關起來 我難道 才好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心一點 喔 你們小心一點 才哥 你這樣小心啦 這 如果是人就很危險耶 不知道 不確定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看到的人 只有聽到的聲音而已 天啊 空的 竟然是在三樓 可是剛剛那個門 確確實實在 因為才哥走到我們前面 整個是這樣 礦一聲的擋 那個 而且 怎麼會在樓庭的地方 竟然還有彈簧床啊 這讓人覺得很匪夷 真的 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啊 非人 非鬼的那種感覺 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找不到 清楚的對話聲 彷彿真的有人住在此地 但是在二樓卻沒有任何發現 反倒是前進三樓時 有了意外狀況 隔壁那個窗裡有個影子 有 看一看 還有人在看我們 小黃說的影子 是一種靈異的干擾嗎 可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呢 網告後帶你繼續探索 我真的關起來了 我真的關起來了